立法院長韓國瑜被問到黃復興黨部裁冊 簡單一句謝謝大家快閃離開 不過黨主席大刀一揮 整併黃復興黨部改為退伍軍人服務工作委員會 外界認為再替連任黨主席鋪路 因為軍系向來不挺豬 在黃復興黨部裡面的 這些將你們好好的溝通 講清楚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想沒有人會去反對 黨內反彈宣浪四起也出現陰謀論 外界分析組織改造可能跟佈局黨主席選舉有關 畢竟未來可能的對手 不管是韓國瑜或是台中市長盧秀燕 都跟黃復興關係密切 他在立法院的院長的位置上 處處都被民進黨用放大鏡 甚至顯微鏡在檢驗 所以明年的黨主席改選 在現實的考量上 韓國瑜很難再回去去選黨主席 朱立倫鐵了心推改革 聯書再度發文強調 黃復興是組織轉型非裁撤 絕對不會走入歷史 而是用另一種角色一起創造新的歷史 繼續為中華民國打拼 不過前立委郭正亮點出 朱立倫改革可能會砍到自己 不管他有沒有黃復興或者是軍軍軍屬的聯誼會 他們也比較傾向支持盧秀燕 或者是未來可能選總統的期望之 盧秀燕都贏朱立倫 前立委李貴敏也痛批 這和宋高中刺死岳飛 罪名莫須有有什麼差別 黃復興沒了競爭對手還不拍手就好 不管是黨不改革還是布局黨魁連任 朱立倫得先米平黨內議員 歡迎收看王俊榮 旦旦在台北採訪報導